看这个数学函数部分 另外当然上礼拜最后有个格式化 不过这个VBA跟上个礼拜那个部分的话 我想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那之后有时间我们再回头来看有关最后格式化部分 今天请各位先开启数学函数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呢基本上如果我们常用的 像数学函数里面像Sum 不过Sum我想一般用没有问题 不过可能会有一些跟Sum有关的 像三波大或者像三米弗 这边有个三米弗 那这些呢当然如果你会用这个像三米弗 或者是三波大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很快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 延伸的练习类似像综合练习二 里面的话当然就是统计那个教师研习时数 比如说他有两次研习一次入门一次进阶 那你要把那个老师的研习时数 在另外两个工作表里面的时数把它加重起来 如果他有参加就加重 如果没有参加那回来当然他那个数字就是没就零 OK那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来看 那首先第一个如果我今天呢希望在这边加上他的 比如说每一次月考第一次占百分之三十 第二次百分之三十 那第三次呢百分之四十 假设这边有比重的话 当然能以以往的月考成绩计算的方法 以前的做法也许是等于什么 等于他的成绩乘上他的比重 加上什么呢再一次啦 加上他的成绩乘上他的比重 加上他的成绩乘上他的比重 那最后当你要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那这个比重部分呢 第十一列要固定 所以看到十一的话呢 记得怎么样把它锁起来 因为向下只会增加列 蓝的话不会影响 所以基本上其实你只要锁列就可以了 只要看到十一列呢 你就把它锁起来 那十三列不能锁为什么 因为十三列等一下会抓十四列 抓十五列 这个会变动 那十一列不能变动 那向下填满 这个是利用那个公式的方式做出来 可是如果当然你要简单一点 你也想说 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函数 可以帮我完成这件事呢 基本上有没有一个函数可以 就是两个范围相乘 相乘的总和 帮我加在哪里呢 加在备注好了 假如类似像两个范围的相乘 意思是这个层这个加这个层这个加这个层这个 就跟刚刚的公式一样 那这个时候你当然要想到 如果说在内建函数有你尽量用 如果没有那你只能用公式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栏数很多的话 哇那不得了了 这个层这个这个层这个 那一般考试呢 比如说国中高中 甚至大学那科目更多 那修的学分数非常多 那怎么办 哇一个一个慢慢乘那不是很麻烦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用选的 那当然这个单我们可以利用里面一个叫三波的函数 它也够快了 不过如果还要更快呢 当然你可以用自定函数 那所谓自定函数就是你给一个很快的范围 它马上结果就出来了 完全不需要经过思考 那也就是说你要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很多 甚至后面也许你可以再增加一个按钮 按一下它自动完成 那也OK 这个后面当然就是VBA的部分 那其实工作里面 其实没有固定说你一定要用哪一种方法解决 哪一种方法最符合当下的这个工作需求 你大概用那种方法 比如说很简单的东西 你就不需要一定要写程式 顶多就是你尽量多多练习 那程式如果写得好的话 其实那当然更好 等于是说对你工作上面呢 你要解决复杂的问题 其实也是一无反整 很快的可以把一件事情给解决 那比如说我们用SumPoda的话 这个地方当然你可以用数学函数里面的 这个数学三角 里面的S开头SumPoda 那你会发现呢 这边Sum开头的有Sum 另外还有什么呢 SumIf加S 那SumIf跟SumIfS最大的差别是 SumIf是一个条件 SumIfS呢 是一个以上的条件 它可以有很多个条件 比如说你第一个条件多满足 第二个呢也要满足 最后再加重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SumIfS 那另外还有像SumPoda 就是我们现在要的 那基本上它就是Array乘Array乘Array 那它可以有很多个Array 而且这个范团好像我印象中最多可以有很多255个吧 不过一般没有用那么多啦 我们现在这个这一题大概有两个范围 所以按确定 那Array实际上就是范围 你给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乘上这个范围 OK 然后它当然第三 你应该买255个 不过一般这样已经很厉害了 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如果是Array的话 其实它在那个Excel里面 或者是说在那个VDA里面的呈现方式是大瓜糊 大瓜糊里面呢 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值一定是 所以百分之多少用0点 有没有它还是会恢复原来的状态 0.3 豆点 0.3 0.3 外面一定是包大瓜糊 那在Excel里面 所谓的阵列Array 其实就是指的是这样的形态 那里面会放很多个资料 那意思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相加的结果 回来就会是 824 OK 慢慢确定好了 基本上 但如果你要取到小数点 你外面还可以再包个Round 或者你把小数点去掉 OK 上下填满 不过忘了锁 OK 一样11列要锁 所以请你把 这个两个范围按一个F4 不过比较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锁列就好了 蓝不用锁 不过一般的书里面 刚开始都教 两个都锁了 其实两个都锁也没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反正你锁蓝 有锁跟没锁 锁向下填满 都不会影响 不过我是建议 为了那个观念清楚 还是锁裂就好 你蓝不要锁 不然的话以后你也搞不清楚 到底为什么要锁蓝锁裂 很多人只会两个都一起锁 可是问题有些情况 就只能锁裂不能锁蓝 那有些情况他有颠倒 所以你要搞清楚 不然的话很多地方你会做不出你要的答案 OK好 把它打勾 打勾向下填满 其实就完成了 这边的话 这边多一个这个刮户 我刚刚把它按到 OK好向下填满 那再来的话就是VBA 那VBA前面我们做了很多这个这个 判例 里面基本上当然就是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三坡的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VBA 你希望能够按个按钮 自动帮你把这个结果放在这里 当然一个按钮 哎一个是sup 另外的话 当然就是一个插入函数 有一个成绩函数吧 那成绩函数当然不用麻烦 你给他什么 给他一个范围 他就retain一个结果到这里 那这个当然慢慢贵 要懂得怎么去转换 那我想过 程式其实不是每个地方都必要 但是如果有必要 你一定要写得出来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前面也做过很多练习 所以尽可能 如果刚开始你还是不太熟 我是建议就是 可以参考 前面有 有没有 还记得吧 反正一定是for 跟他讲了 先一个范围 forI等于13到最下面列 或者13到27 如果我是建议那个最下面列 那个恐怕要熟悉 尽量要打得熟 因为未来很多地方一定都会自动向下侦测 不然的话你每次他改程式不合理 然后再来怎么样 我们需要把结果丢到哪里 丢到这里 sales i 到点 i 栏 里面输出什么呢 等于 把 应该是 如果是固定的位置 我会写成 怎么样 写成range 比如说这个是range d11 乘上 这个如果不固定的话 这个用sales sales的idea 的d11 加上这个乘这个 这个乘这个 最后把结果 丢到这边来 答案就出来了 再做个清楚 另外 再去思考一下 如何增加一个制定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